這個議題 我是故意要來講就是說 或許大家認為說你要講到什麼國家 怎麼能聽到這個東西 就想到反正人民就向國家邀請 就是國家非常麻 這個問題 所以我才利用這個機會 來稍微做一點這個類型 讓大家要點一下整個制度 好 那我們的大家應該都是好像有電池檔的資料 那我們這個就是分成三塊來講 那中間說7.50到8.50的時候 我們會休息10分鐘 然後再繼續 那這個整個就是這樣一個流程下來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先從第一個 理論基礎就是國家責任的理論基礎開始講 首先我們先問一個問題就是我剛剛講的 所謂的國家責任 這個叫做Statshapton 跟國家賠償責任是否會同意思 那我答案是NO 是NO 那這個德文是叫Statshapton 然後我發現整個國家責任的日本人也是這樣翻 可是日本人他講的就窄 因為日本人講的不要窄 他剛剛提到Statshapton 他的確還是以國家賠償 國家賠償責任為主 雖然他也有意識到不是這樣 但是他們就他們實務上 他們這個一半的 他們可能會形成器官的關係 還是以國賠償 所以我們先破這個錢 不是這個樣子 不是國家責任就是國家賠償責任 那原因何在我們慢慢的來講 好 那我們先就幾個領導的案例 我沒有把那個案例列出來 是因為大家可以回去查 然後這個所謂的案例 並不限定是死法的判例 我也把法條列寫 寫一些法條在這裡 讓大家稍微知道說 原來這些都是我要講的這個方法 首先是這個最高刑95年判治十二一號判例 那如果大家在這個像法院什麼 就去把這個判判拉出來 他會把這個案子 最近又跟Eason 這個整個就會拉出一堆的相關的案例 然後我所知道 在那個死法官學院 幾年前的這個行政法的那種課 他們也有拿這個作為一個案例來說明 這個相關的案例 那這一號判決 它其實就是一個叫做公法上計破 的這種法律關係的問題 那是這樣 大家知道有折戶 就是說 我現在要扣押你的東西 請示愛店 要扣押你的東西 那這個扣押的東西呢 如果是很簡單 他就收回去 讓他抵給出去 什麼都可以 但是如果他那個很特殊的 比如說要拚 要拚在冰箱 或拚在什麼 那動褲那種東西 那當然我們的官方是不會有那個禮物 對不對 那最後呢就是這個折戶 你繼續保管 折戶你繼續保管 但是你不可以把它賣掉 所以你有折類去保管 好 那保管 被折戶的人 他要保管這個東西 這些也要錢 就是冰箱啊什麼的 這些都要錢 那這些錢 誰要付 你被折戶就你要付 哪有這回事 為什麼你要折戶我 你為什麼不知你拿回家去 那如果後來又是無罪的話 那這個東西跟冤枉的是誰要付這個錢 這個案子就是這樣子 很有趣的說 這個案子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去跟地檢處 就是要求他把折戶的這一筆錢 就是還給這個包管 結果地檢處馬上 立刻關注說 這個叫做國家賠償 然後完全沒sense 就開始寫說 中華民國武權分立 這個不知道跟中華民國武權分立有什麼關係 反正他就拿那個大文章來下 把中華民國武權分立 然後司法權 有司法獨立保障如何等等等等 然後講完了 就趕快跳到國北法十三角 所以最後就是說國武部 因為國北法十三角很難 很難該當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所以在第一審 北高型 北高型 最開始在最高型 也就是判這個原告書 可是原告 後來上書到這個 所以高型看一下 就說 人家有沒有跟你要國賠啊 人家跟我們請求權基礎 人家沒有提國賠啊 人家提的是 風髮上記錯關係啊 然後呢等等等等 你都沒有討論 你就去講一些 講一些無關的事情 就是被告 機關怎麼主張 你就只保證而已 所以 就發佈真實這樣子 所以 這個案子 後來 最後還是一個到位書 因為 只要叫國家賠了很多人 警察法案最後都會看 連到這邊都會輸 任何一個理由 後來他女兒說什麼 那女兒就說 好 既然這個是類推私有禁法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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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費用 那個費用 那個是斷期持續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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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有斷期持續續過去 就用這個方式 給人家 打掉 那所以 這個案子 無論誰輸了誰贏了 也就是說 像這個 就很典型的 我們 那個 一種的所謂的 吸板 就是 人家要向國家要錢 然後國家黨上說 這是國賠 國賠的問題 然後你立刻就 就是用各種的 跟你說 沒有護一鍋絲啊什麼 甚至 他一開始就說 這是國賠啊 你跑到行政法院來 倒也不對啊 要到那裡告 要到民事法院告才對 就也是就這樣子 就容易就馬上罰掉 所以 起始不來 那我們法院其實也有很多 不是這樣的案子 好 第二個案子也很有趣 這個 102年 7510號的這個派遣 這個跟那個 我們常在講的那個 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這個 公用福利關係 那個 就是繼承大部分 那 可是我們 一直走技術道路 他就是這種探數 所以後來 他就 他就去 他就是 起訴他的 起訴 他的起訴 用什麼 用所謂的 不當合理 然後哪一個不當合理 非起物行不當合理 那我們都知道 非起物行不當合理 其實 只要是起物行以外 就叫非起物行不當合理 他的背景太多 他又就是 侵害型不當合理 他有這個去看 當然後來都會輸 一下都知道 可是重點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法院也肯認說 在公法上 也有這個 非起物行不當合理 當中的這個 親愛性不當合理 也是存在 所以 這個也是最高級 都是可能的 所以 我們要發現 其實在 我們食物不知不覺 在走的當中 很多 很多 我們在民法上 有的那些 理念 有的那些制度 其實都可以 對應到 工法上來 當然不是完全一樣 但是可以對應過來 然後 變成是可以 主張的請求權基礎 所以 絕對不要 一定要國家要錢 就是說 那就是國賠 那這個是太窄了 好 那你說那個 可能法院自己發明的錯誤 那好 那 調理我們的代項 行政訴訟法 第196條第一項 那這個東西 考試有時候也會考 然後 馬條錢在那邊很清楚 叫做 結果除去請求權 結果除去請求權 的一種行使方法 不要強調 不是結果除去請求權 就是196條第一項 不對 196條第一項是 你要行使結果除去請求權的一種 而且不是唯一一種的訴訟方式 因為還有可能在別的情形 也是可以請求結果除去請求權 但是並不是用196條第一項 那這不是我們的重點 而重點是說 連條也有這個存在 那196條第一項是多誇張 早期的時候 法院 行政法院也不會用 有人就是用196條第一項 請求這個結果除去請求權 那法院怎麼講 法院說 那是德國或 跟台灣有關 說原告 空言得外國法治 與台灣什麼沒有關係 用這樣子的話 給人家就打回這樣 可是明明人家 條文就是在那裡 那有條文就是 可能有這個背後的請求權基礎的存在 或者你光有一個請求的方式 沒有請求權基礎 那有請求什麼 所以這個 這個判決是非常有問題 然後後來 當然後來 大美行政法還慢慢改變 改變見解了 沒有再用所謂的說 把這個是德國的人才 主張 所以這個也要注意一下 可見我們 一開始對這個是蠻陌生的 所以連這個條文都有 那一二七條 這個是相對是比較常見 行政程序法一二七條 那一二七條呢 它就是 如果有一二七條第一項的情形 就會成立功法上不當得力 那成立以後呢 那個內容怎麼進行等等呢 第二項說 可以准用民法的條文 准化民法跟不當得力 有關的條文 所以這個人更很清楚的 都已經說明了 在公法的領域當中 有一個 就民法的一百七十九條 以下的這幾條文 相對應的一種 不法得力的 知道我們怎麼共和他的領域 好 那這些都是這些相關的案例 最後我們 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活培法第三條 這個是坦白講 我們 如果大家去看活培實務 真正活培第二條的 成立機會很大 法院會動進各種方法 收取實務 那第三條的這個東西 坑坑燈 馬路上坑坑撞撞的 或者你去機關辦事 他是在那邊疊一交的 還有公益醫院門口 這個疊一交 我以前 在台北市 這個術院會 當過術院會 然後他們裡面有一個承辦 那這個承辦 本身不是法律人 他可能是就是說 一般的行政人員做的 結果他自己 在某一個公益醫院門口 因為不知道怎麼樣 就疊一交 他那邊設計不好 那疊一交 而且是疊得很嚴重 就是都要上時高的那種 那我看他說 你怎麼回事 他就講 你真的可以設計嗎 他說真的喔 我說對啊 公益醫院 而且你在他的範圍內 你在他給他 你不是說很遠的地方 就是他的範圍內 他又設計不大 結果後來一陣子後 他說醫院有來跟他談得起 他說真的是可以拿得到 我那應該是拿會一件 顧問隊來做 好 總之 這個國編法第三條 這一個不常用 好 現在問題來 難道 讀者在這種公益圖書館 或者剛剛講的 你去公益醫院看病 然後摔傷 就只有國編法第三條 這個呢 也是我們要化分套的 為什麼呢 我們如果學民法 要學到 你去百貨公司 化分套 上電梯電人 或者電浮地 外面一頓 然後大家各貨公司 像那個推伍牌 雕下去 這樣 我們也想說 好像這個並不只是 只有在整個 用所謂的侵權行為 好像可以有一些 類似契約的責任 或者是 譬如說 這個 我們叫做什麼 積極侵害債權 這類的 Case 就是有這類的問題 就在討論 或是討論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當 行政機關跟人民之間 不再只是 辦辦的一個行政機關 對眾人 而是我們二者之間 已經有進入某種 特定的法律關係的時候 這時候呢 彼此之間的那個 注意義務 保護對方的注意義務 就升高了 就升高了 那升高了以後呢 就會 所以像訂閱過師啊 這些都是這樣來的 這些這樣來的 好 那工法以後 這些也有 工法也有類似的 這類的問題 類似問題 那工法上在這類的 都是不是這樣 我們叫做什麼 工營造物的利用關係 工營造物的利用關係 就是說你使用工營造物 然後呢 在使用的過程當中 如果 使用規則寫得清清楚楚 依照使用規則版上就OK 假使沒有的話 也不是完全沒有 我沒有什麼 第三點 也有可能 形成一種所謂 供應造物的利用關係 就是不成文的責任類型 不成文法的責任類型 來作為請求 那這個時候呢 在一些舉證責任的問題上啊 還有請求賠償的範圍內 這些人都會變得比較有力一點 變得比較有力一點 那這個時候呢 就不單純只是用規則第三條 這樣了解意思 所以我就要講的就是說 不要把 我們想到的事情 全部往規則寫 它只是其中一種 它只是一個人 所以 整體來講的 這些案例都說明了 這樣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就從民化學的體化來講 因為呢 我們如果一直是講規則 規則 規則第二條案 都只是那個契約 無故不清的 這個清的一種類型而已 也就是 國品就是一種清權型的類型 就只有這個類型而已 沒有其他的 但是呢 我們知道 行政法上 公法上 也有契約啊 有契約 只要有契約 就一定會有類似契約的這個東西 會存在 因為它跟契約是比較綁在一起的 然後呢 後面這些 就是讓我們慢慢去講說 那是否也有這一類型 那那我們也提到 這個不當何力 然後剛剛 剛剛我們提到那個 這個 结果图去紧求决 结果图去紧求决是类似物上紧求决的那个挥霧运状 我们基于的那个明法七又七的这个底下 有一个就是挥霧运状 就是反弯物上 所以物反弯这一类的东西 好那这个都是我们好好在想 就是说在明法上 这只是私人与私人之间有这一类的东西 但是你跟行政机关的人来往 跟行政机关的来往 难道不会有这些情况可能会发生 那当然是有可能会发生 那如果我们再想想看 行政机关跟我们的来往 有时候呢 他因为那个行为方式选择自由 他有时候是选择用司法的方式来跟你产生法律关系 好那他跟你用司法的方式产生法律关系 就适用所有的司法 所以这个梯内无无情在行政跟私人之间的司法上 管理关系就会发生这些 好那今天他一转变用公法的话 就变成没有了 这太怪了 这太怪了 因为你方式选择自由 理论上应该是用怎样方式都有一个可能 出理发生问题的时候要怎么解决的方式 怎么会变成说用施法者有用公法者没有 是因为你对公法者的理解太少 误言没有 而不是他 所以大家要建立的这个思维就是说 这个所谓什么T类无物不侵这样的思维 绝对不是只有在民事法律关系有的 在公法的法律关系当中都有这一类的问题 也会发生 这就是我们在讲的国家责任的一个发想 就是常在外人 这个是特别要跟各位在这里先做一个开场来说一下 所以我们讲的国家责任 我们先说就是国家责任这两个概念组合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国家责任的这个整个定义 用先充想什么是责任 然后再讲是国家的责任 然后来把它建立国家的范围 首先什么叫责任 责任这个我刚刚讲是一个Habton 就是一个单保的意思 Habton在德文上就是一个单保的意思 那什么叫一个单保就是说 你有一个行为的存在 那你基于那个行为的单保 你要让这个行为所产生的有利跟无利的法律 你都要是在你可以保证的方位内 这个就是叫做单保 那这个责任行为也要包含不作为 但是这就有点像刑法商在讨论 不作为不作为不能够完全就是用自然的方式来看说 我不动叫做不作为 动就是叫作为不对 不作为的话它比较特别 你不作为也要单保 一定是有一个程度的类型的不作为才算在内 那我们如果用刑法的观点来讲就是说 你应该是应该要做而没做 那才要单保 不然的话我莫名其妙地坐在这边 突然间那边打架说我要负责 这哪有这个意思 一定是我去Aquake 我去删风点火什么这边才会有到我要负责 否则两个人在那边打架 我到那边怎么会有责任呢 所以呢不作为的单保跟作为的单保 那个看起来都是单保 但是呢而且比不大一样 作为因为你已经出手 你有出手很容易看出来说这个出手账 你是不是属于应该的单保 那不作为都要有另外一件结果 很重要的就是说你有作为的义务存在 那这个作为的义务可能是 从现法来的从法律来的从那里来的 anyway 作为是有一个义务存在 好那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所谓的哈统责任 他不是莫名其妙出现的 就是说 这个责任人呢 他要对一个他的一个前期 来单保来负责 这个就是叫责任 好那你有责任之后呢 所以在法律关系当中你就变成说你要对你负责的对象呢 要进行这个单保的这些所有动作 那这个事呢就是权利义务来讲 他有要求你单保的权利 你要顾这个单保责任的义务 所以因为责任就会产生 因责任而来的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 就会产生因责任而来的权利义务 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 所以我们说因为物有民事责任 所以因为物有民事责任 物有该民事责任的那个责任人呢 他就有对于要单保的对象 有义务 有责保的义务 然后那个被单保的对象呢 就变成有一个请求要完成他单保责任的权利 所以只要有责任 再下来就会产生因责任而来的权利义务关系 好 在这一点上其实无论是民法或者公法都是这样子 都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呢 在就这个这样子的奠定之下 我们开始就国家的 广义的国家的责任 我们就会开始有 类型化这种类型态度 第一个呢就是作为不作为 都有的不产生责任 但是不作为要有限定性 也就是说他是 并不是这个 任何的不作为 一定要有经过某一种限定 情况之下 然后呢才会有这个所谓不作为 这个我们刚提过 再来 这个所谓责任 我们也常常听过 有所谓的做 这个所谓的结果责任 跟行为责任 结果责任 跟行为责任 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单保 是因为 就这个行为本身 你就要单保 还是这个行为所造成的某种 结果 你要去顾这个单保的责任 所以有行为责任 也有前途责任 这种 这种分类的模式 再来呢 第三种呢 有过法责任 跟司法责任 我跟你定一个契约 我就有一个契约上的责任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单纯的 事法上的责任 就是说 我们基于契约和来 的这个 契约责任 这个没有违法 这没有违法的可能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我打你 不该打你 打你 那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因为做了一个 不该做的 不法的行为 所以 雇有 这个不法方便的责任 所以 责任 有合法和来的 事法行为的责任 也有一个不法责任 那通常 德国人在讲 或者日本人 把法力过去丢授国家责任 台湾也这样激重 通常都在讲 国家不法责任 比较多 就说那个 单纯就是说我们因为 契约或者法律上规定 国家要 要 比如说有什么法务义务 什么 这些等等 来的 这一种 是法的 行为来的责任 不在 所谓国家责任的概念 所以国家责任 比较限定在说 他的行为是会 比较 那个前行为是 属于 卑驾判断的 属于就是说 认为了不对 这样子 才会有 所谓的 这个国家责任 所以国家责任的 侠义 是指 国家不法责任 那我们 今天 后续开始要讲的 也主要 集中在 国家不法责任 这一块 所以 征收 因为征收 而要 雇有补偿的责任 这一类的问题 就不在我们 逃避的方便 这样一种回事 或者其他 因为所谓的这个 规定只有征收 就是所谓 特别牺牲 而来的 那这些 合法的行为 合法的结果 造成的这一类的话 就不在我们 方便 在这个 就是我们就把 区分清楚 区分清楚 好 那再来 我们从 刚刚讲的 那个民法的观点 对应过来说 我们还可以把这一种各种责任 均为三大领域 三大领域 第一大领域就是 跟契约 就契约本身 或跟契约相关的 或类似的 这一块 这是一个领域 如果我们讲的 契约无物不亲 契约无物都是 这个 大家说无因官邻怎么会跟契约有关 他当然不是契约 但是 他跟契约很相似 所以他才会说 那无因官邻的话 要去 那个 准用那个民法的 那个 那个回托 因为他就是跟他相 他是一个 基于一种 没有契约而来的 一种回托的 法律关系 所以 所以 这个 这种 这种 像国律关系这种类型 我们等一下会慢慢的提到 在工法上很多 就是 非契约 但是跟契约的 有契约的结果是差不多的 状况是差不多的 然后 一起要来处理 所以总之 就是有这一块 请这一块 谢谢 第二种 是侵害全力所造成的责任 侵害全力所造成的责任 那这个的话 对应到民法上 就是 务上请求权 还有侵权行为 是他 大家有时候会以为 侵害全力就是侵权行为而已 其实不对啊 你的务上请求权也是侵害全力 也是侵害全力 就是侵害全力 这种内容 但是基本上的前提 都是侵害全力 我都是侵害全力 那当然大家会说 那这个权力的概念又是怎样 大家又开始吵 怎么样权力概念 尤其 这个最近 我看那个城中 大武官 他们也不错 好像在很多地方所在讨论这个 这个权力的概念 但是这个呢 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就是说 你要去 认定 何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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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 尤其大家如果去看到 108的第84 第一项 第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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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类的问题 又开始产生一些 利益算不算 什么叫利益 什么的权力 这些问题 这个不是我们要看到 这个是 他是前提 如果他后来认定那些要赔偿 那些要负责 的话 那就是我这里的 所谓 这个 的 侵害全力 好 那再来第3种情况 就是叫做 不当合力 所产生的 不当合力 所产生的 那这个不当合力 所产生的 很特别 他会跟前面的戏约 跟信赛权力那里 常常会有重业 常常会有那个 所谓 所谓的 净合的问题 但是 净合之后的结果 他能取得到的 跟可能跟一般的 戏权纪维 或戏约的 违法的 不大一样 还有 因为他有 要考虑到 善 善 善 那总之 不当合力 他是另外一个 一个 这样子 那总之有这三大 三大 都是我们 这个 在讲到责任的时候 比照你法 公法上也会有这三大区块 那最后一个 我们如果讲国家责任责任 人间不考虑一些行为的 一定是要定性为公法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国家可以跟你 发生法律关系 除了用公法法律关系 以外 他也有司法的法律关系 用司法的方式 各种的行政的 私经济活动 各种的行政的 司法 都算 那这时候 如果发生问题的话 他就是 完全就使用了 那就产生国家的司法上的责任 那 如果我们今天特别要讨论是公法上的责任 这样子 所以呢 其实 广泛的来看 就是也有公法上的司法上的责任 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个所谓国家责任 第一 他司法 我们不讲 我们是用国家付法责任的责任 第二 我们把司法的责任 后来还读不讲 我们专讲 国家在公法上法律关系 当中所发生的付法责任 司法的那一块 为什么不讲 因为这个就直接使用民法 就不用再讨论 那个就是 一般大家用民法的方式 去处理较重点问题 现在要讲的就是 大家要不懂 不清楚 或误以为 所有都是国家赔偿的这一块 那当然就是以国家公法上的这种 付法责任 为 祖宗 五十五年 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祖宗战子 但是 整体来讲 国家因为他的各种行为类型 他会有这种不同 各式各样的责任 并不限于 公法的 也不限于 付法的 这种情细 只是我们 把我们要讲的 领域 今天要讨论的 焦点 集中在属于公法 而且属于付法 这样子 这个是要 让大家 知道一下 就是说 广义的跟狭义的 我们要讨论的 这是从责任的概念 什么叫责任 定义以后 然后产生的各种类型 这是 第一个 我们先讲 何谓责任 第二个呢 我们再来讲 国家概念 国家概念 就是 Start 国家的 Start 这个东西 Start 这是二文 其实大家 这个字也不会懂 英文的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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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德文的Start 这就是同原字 同原字 听到State 大家就比较清楚 这个字算是不是 不是很困难 应该是国中英年纪 还是在学英文 就已经会 出现了一个 一个字 好 不过 我们这里 再讲 国家的 这个State 或Start 这里 首先 这里的国家 并不限于 中华民国 不叫什么国的这种国家 而是任何一个行政主体的代词 所以各种工法 也包含在内 各种不同的工法 也包含在内 那以台湾来讲 台湾的工法 相对比较 就是法治上 承认的工法 相对比较简单 就是 整个国家 以外 还有各地方自治团 都是工法 那另外 我们 在这几 大概十几年 开始有一些 不起眼的 但是 考试会找出来的 那个叫行政法的 这个东西 那也是一个工法 也是一些行政主体 也是一些行政主体 那除此之外 受美国行使公权力 的那个 受美国的那个传题 我个人 也是 一种行政主体 那这个呢 我们看一下国陪法 国陪法成为国家赔偿法 对不对 但是我们把国陪 国家赔偿法 讲文翻出来看 他也 在最后 不知道十五 还是几年后 就有特别写受 文法也适用在 其他工法有的情绪 然后呢 再来 国陪法的第四条 也把 受美国行使公权力 也是特别放进来 所以国陪法当中可以担任赔偿的这个医务 有赔偿的这个单位 这个他的背后的主体 基本上就是国家责任一样的概念 也就是说这里的国家不是只有 仅限于 这个 我们在宪法学到的国家 而是呢 各种 会 以自己的名义 然后呢 自己 行使权力 负担 义务而为的这种 行政主体 通通都包含在内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 首先要让大家知道的 那 了解的国家在这里 是作为行政主体 不限于真正的 这个国家以后 那我们现在再进一步是说 在国家责任法当中的国家 他并不见得是 以行政主体本人 作为责任人而已 他也可能是 要被保护到的人 也就是说 他可能是那个 要被担保的 前行为的行为人本身 或者他的强盾人 也就是 这个行为造成的那个 有利或不利的效果 另外一方 要怎么样 请求 那这个也算了 那所以会变成 所谓的国家责任 不是国家 统统为 这个责任的 义务人 人民那一方 普通维权力 也有跌倒的 也有跌倒的 那哪一个最连行人 刚刚我们请大家看行政程序网127条 行政程序网127条 他就是典型的人民要顾 不当得力保管 责任的 然后呢 可以请求的 这个 请求的是 国家 这一边的 国家这一边的 所以才会出现说 那国家只会 用行政策文的方式 去请求 所以以前有正义 后来行政程序网127条 第3将的第4项之后 去确认 国家在这里 他会用行政策文的方式来 行使他的 不当的地方来请求 所以这个就很典型的 知道说 如果这个 工法上不当得力 也已经 然后就明明明白白 一定有这一整个时候 那我们就会发现 行政主体 在国家责任法的概念当中 行政主体 不见得都是 义务人 都是要顾责任的义务人 而是他有可能 就是要请求的 权力 这个是要很重要的 所以 这个 小杰 什么叫国家 责任呢 就是个别的行政主体 作为 前行为 行为人 或相对人 所生的各种责任 但是呢 我们吃完这一块 不在 这个都是 广泛的 我们要讲的国家责任 所以 国家 赔偿 这种相当的国家侵权协会 所造成的 国家赔偿 责任 只是这样子 这个小杰下面 各种责任当中的 一块 而已 甚至于 纵使跟 灵法上的 那个 激烈 无物不清的倾向对 我们会发现 还少了一个 你国家责任 是国家 做行为人 要非常有 那 人民打破国家中期 人民去 毁损国家的公务 不用赔吗 不用赔吗 当然要赔 当然要赔 那这一块 一定会不会 不能用 但是如果广泛的 所谓国家的责任 不只是 国家为行为人 也有国家为 请求学人 的时候 那这一块也是 要 要思考 要放在什么位置 上面 去打费 那这个事 实物上 发生了很多 你人民破坏公务 所以国家 来要求 未来没有破坏 你要管我 这个常见 这个不会比 行政程序号127条 国家要请求不当何利保 这个少 这常见 好啊 那这个 这个东西 也是要 讨论 所以 大家要把 国家责任的点 放大 也就是说 不只是国家赔偿 是所有 而且 也不只是 国家负责任 也有可能 没想着 这个 还不算